大家好,我是小福 我就很想问一下 这套皮肤这个概念的设计师 为什么会把 这么长一个拖耳朵 和一个雨伞设计在一起 这根本就不合理 为什么呢?我刚才想拍一个 就是这样转伞的镜头嘛 就是把伞打开之后 结果呢,如果我想要转的话 我要把伞伸到这个地方 才可以转 为什么不然它就会打到我的兔耳朵 就 你们有见过人每天打伞 这样打的吗? 人家是这样擦枪 然后这个发卡 我拿出来的时候 它的这个装饰品和后面那个夹子 已经分离了,然后我就紧急 从便利店购入了一瓶502 就是我想把它捏起来 然后它那个 这个买来的时候 胶水的这个瓶口不是都封着的吗 然后你要用那个尖键里面把它搓开 然后我一个操作不当 在这个把它搓开来的时候 那个胶水标出来了 标到我左手的 四个手指上面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去犯罪 的话,感觉可能 提取不到我左手的指纹 我要犯罪的话我就这个样子 也根本没有指纹上面全是胶水现在 大家懂那种手指上糊了502的感觉吧 反正就是非常的难受 然后我洗了一下也洗不掉 我感觉只能在时间的洗礼下 让它慢慢脱落我的手指 大家如果有什么 能把胶水洗掉的偏方可以告诉我一下 不然我感觉我得带着这四坨厚厚的胶水 渡过最起码两三天吧 然后有一件事情要 为我们家猫咪证明一下 就是在上一集的PR里面 我说我们家猫把那个壁虎玩弄了30分钟之后 把它吃掉了 但是其实 没有吃掉 第二天早上我爸起来之后 发现一具壁虎的尸体躺在我们家地板上面 而且在家的正中间 客厅的正中间有一具可怜的尸体 他这可能玩弄了不止30分钟 在我们睡着了之后 他又偷偷藏起来玩弄了不知道多久 反正他现在是 壁虎是已经失去了生命了 有很多观众说这个壁虎是有益的动物的 那说不我们家猫是这臭猫 这是个烂猫 好了那么喜欢这期投稿的朋友们 请给我一个一键三连吧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了 下期PR继续咯 这次的素材有点少 拜拜